教科书上不会教 但日本人都在说的日语 我泪目了 我们分手吧 好 我们中国人说emoe 日本人就说emoe 前面的这个emoe我就不说了 后面为什么要加一个e呢 这也是因为啊 日语中大部分的形容词都是以e结尾的 比如大家经常听到的厉害 すごい 所以日本人呢就在i mo的后面 加了一个形容词的尾巴 i变成了一个新的形容词啦 比如 这首歌听得我真i mo了 第二个 日语中有个外来单词啊 叫做 其实是来源语音中的 就是木薯或珍珠做珍珠粉圆的原料 也就是珍珠奶茶的意思 近年来呢 奶茶在日本也是越来越流行了 日本甚至还有珍珠奶茶汤 就是直接把珍珠奶茶做成软糖来吃 可见多么的受欢迎啊 那刚刚我们说 日语中大部分的形容词都是以e结尾的 而日语的动词有规律 一部分的日语动词呢 都是由る这个字结尾的 比如 所以他们就把珍珠奶茶 省了一下变成了 再加上る 新的动词产生了 就是指喝奶茶的意思 比如 今天喝奶茶吗 喝奶茶真开心 除此以外呢 还有 因为 古歌在日语中读作 所以日本人就简化了一下 变成了 再加上る 变成了动词 这个就很好理解 就像我们中文中 百度 是不是个名词 但我们中国人 经常也会把它当动词用啊 你百度一下啊 百度就知道了吗 类似的还有 其实就是 这个 这个 你在日语中就是指 鸡的意思啊 鸡加上る 就表示怂了 弱鸡 是不是很简单呢 第三个 听到这个单词 第一瞬间 我想到的是皮炎 不知道大家听上去感觉怎么样 但它的意思啊 其实来源于 这个表情包 意思就是 哭哭 我觉得放在中文中 更符合的语境 应该就是 如果外国人会用这句话 尤其是女孩子 在日本的年轻人中 一定还是会觉得 你挺可爱的 比如 今天 dias过去感觉 還在嘞 比较 今天 都年才能差不多 比较 比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